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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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是我们大家在一起 先吃吃喝喝聊聊天 いただきます 好吃 好吃 像朋友一样互相了解聊天 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步 yeah yeah we got a lirical oh thank you perfect this is chinese english and japanese yes 我第一时间让国外的朋友 了解这首歌到底在讲什么 因为这首歌 它非常整体像是一个故事 只要凝聚在一起去一起感受 那大家听这首歌都有什么感觉 我们可以看想点什么 我们脑子里对这首歌 呃跟这首歌比较像的画面 然后我们把那种画面画出来 第一画面就画自己的感觉呗 哎 走 作为这次的小组长 我很希望可以让 队员更加了解这首歌 他在唱什么 因为其实作为中国舞者 我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也很想了解一下 大家对于这首歌脑海中的画面 所以就选择让大家去通过绘画的方式 把大家脑海中对于这首歌的理解画出来 你画了那个下角子吗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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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的呢 咋的啦我那个我那不跳 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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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啥 ok 韩同学 我给同学们展示一下 我需要放一遍音乐 大家再听一下这个歌 讲故事 我听到他的声音 我觉得很孤独 打雷 打雷 一番是七夕的彦星 小姨 小姨和小殿 小姨 准备 这就是这个天河 因为人画的图片 所以画的图片 我听到这首歌 我感觉不像是人 我感觉比较多了 这个就真的很可爱 每个人画出来的画工也不一样 画出来的画面呈现的东西也很不一样 所以说大家也是对这首歌 有很多主观的一些画面 把这首歌的表现 我感觉比较多了 我感觉比较多了 我的感觉比较多了 我感觉比较多了 好似的画面 我评论 一个画面 好似的 好似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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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